最不愿意放我们的几个兵之一 那么拉远一点 拉远一点的话 这样对方过来抓你的话 你还好撤离啊 那么我也知道 这个野怪在距离自己这个点 一定距离之后 那么就有三秒规则 打三秒就会 就会往这个原来的地方走 这边根本不可能 跟这样的TP在对点 这个打上去太疼了 TP的攻陷164 这个非常的暴力 非常的暴力 血液1700 双剑TP 双剑加飞鞋 这个是基本发育 相当于出了灰药优鬼了 优鬼这灰药34分钟 才刚出遗物的话 真的是没大用 这边野怪在的后门小心 这让我想起一首歌 火女不知王国恨哪 鸽江悠长后挺滑 锤子砸上 仙女龙没有这个 过来 那么导致这次抓不了 雅梅迪了 这边 TS绕对方也去 来抓优鬼 左边也是爆发了 爆发战役了 白虎穷追不舍 然后上一场 雅梅迪用的是POM 可能觉得效果不好 队长给他 只挂了一顿 就像我们话说炒了一顿 然后这个就换了 这个火女了 因为他一般打这种 他其实上场 POM用本不错 这边TP竟然被搞定 这个也是准确地判断你的真身 那么这么多康复打上去你是没有机会换血的 两个晕剂 一个中断剂 这要出冰眼吗 这种情况还要出冰眼的话 我只能说你 这个 你这个适合去买彩票 那么这位宙斯 位置比较凶险 骷髅王在这里 晃来晃去 抓入宙斯了 但是 有出出吗 好 女王过来 杨刀 大波 F 这一套 非常的好 那么杨刀出来 女王就比较猛了 这个本来带布林克的人 就是 GUNK的首选 就是 非常适合 GUNK的人 都在有杨刀之后 杨刀这个东西 早出一秒 这个团队就会 早增强那么一秒 杨刀这个东西 在局部杠坑里面 发挥作用非常强大 但是在这个 真正的 5x5的时候 效果 说实话 比较一般 因为你5x5 多杨着一个人 实际上 你就可以认为 你的 你的这个面云 多打中一个人 5x5的时候 黑黄这一类东西 还是比较有用的 这个 没肯效果就更好了 这边 猴女又被人 一个杨 又一毒标 点一下 再一标 点一下 虽然布林克 但是有毒 能活着 被毒死了 完蛋 自己不能A自己 你不是屠夫 那么雷娜 雷娜 再次悲剧掉 现在天 这位方已经全部 在天台野区 野区打野了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征兆 那么 幽鬼 纵身有遗物 这个下一个1,500 又不知道 判到何时 其实天台方 这场比赛 我认为是有 选英雄 有失偏颇 那么你幽鬼 这样的英雄 如果没有选到 作为他的保姆的话 发育起来真的是相当困难 这个几方没有一个能霸线的人 没有能霸线的人的话 幽鬼根本就没有地方打钱 没有在线上生存的空间 那么这时候还出幽鬼的话 绝对是一个错误 好 这边 直接变阳 跳都跳不出来 点死 哎呀 女王这个时候可算发飙了 发飙 虽然中期死了很多次 但这个发不能力比较好 这个打钱能力比较快 那么就让他在 在这个后期 还是顺利的发育起来 因为杀钱比较快 所以说你想阻止他 发育比较困难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杀人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 把他逼回家 实际上反正效果可能更好 因为前期的话 杀一个人 可能负责代价比较惨痛的 我们要的是削弱对方的时间 比如有鬼的话 你其实没啥几次 但是你把线上 他的打钱空间给压缩了 他这个 会要出的晚 那么实际上 你的目的就达到 你其实前期杀他比较多 但是他线上打钱打得比较嗨 这样实际上也是得不偿失的 一个F收掉所有的野怪 你看看优鬼 只能现在天天在这里 像老人一样散步 往来往去 拎了一个大 这个大碗轮啊 人又开打 TP一直在右路骚扰 后手晕到了 晕到了 哎呀 没办法 被boss跳大过来 TS要被剧 再次倒掉 这边TP冲了进来 两个人在追 女王又及时的赶到 两下 那么女王就主宰比赛 这一标探险视野 那么优鬼赶逛 优鬼现在一个人 就在塔这位晃悠 这个好像在度假一样啊 你的队友在上面死去火来 你在下面移动也不动 啊 这个 到时候肚子里没有东西 不要怪我啊 不要怪我讲课 不努力 你肚子里没有墨水 原来直接 直接好像拆塔 非常的暴力 不是你 你没有战斗力 虽然比分是20比20 这个比分跟局面上 差距真的很大 可见 SC的这个farm效率 非常好 这个梅肯是谁呢 这么暴力 仙女龙 仙女龙出一个梅肯 那么杨刀已经有人出了 面对分身流 其实出梅肯效果是不错的 直接扛拆掉 墙拆掉 一点真没有 这个TP就是一个 拆塔的移动炮台啊 想保一些 这个完全是没有必要 可以走了 这一剑能受众人吗 是个不要 不好意思 那么优鬼啊优鬼 回药终于出了 39分钟出了 回药 其实也算是一个极客线 但是呢 我们看到对方TP 已经飞斜加 双刀也现在已经存了 大笔的金钱 TP的钱多少 我们看一下 TP存了2800 这个也快要出回药了 梅肯也10分钟内的事 那么你也分身 我也分身 到底到时候谁在团战中 效果更好呢 显然是TP了 你是一个裸回药的人 没有什么像的装备 这一剑扫了一下 没有看到 应该没有看到TS吧 这边雅梅迪再次过来 雅梅迪自从出了 跳到之后就一尾 一尾到底了 一个萎靡不振 哦 看到了老热的一个小叶子 中路开打 杨柱 POM险些阵亡 沙王跳大戳起来 女王跟过来宙斯 一个大漂亮 终结了他的竹宰比赛 骷髅王也走不了了 准备大家喝药 但是坚异农这时候 及时赶来救援 险些杀掉 这个 POM 扯起TSTS 又悲剧了 跳走 下面这边 波罗王也是被灰药的 又烧得比较疼 走了 好一个进化 这是谁出的进化呢 是小兵出的进化 这个是天柱KS啊 没办法 人品不太好 这个 XCN 人品不太好呀 XCN 这个印尼对人品 真的是不行啊 印尼 我对印尼这个 队伍没什么好印象 虽然你的TA用得很飘逸啊 但是你们国家 犯下的滔天队形 我不会忘记 作为一个中华儿女 也不会忘记的 所以我在这个游戏上 我赞赏你 但在这个 民族问题上 我还是比较鄙视你的 那么继续来看比赛 这边TP应该是出灰药吧 最近灰药流比较盛行啊 TP的灰药流 因为TP出了灰药之后 这个打钱非常的快 假身就可以进去 比方说是鹰角弓 我们要记住这个野点 是可以练野的 这个就是可以买东西的 这个野点 就在肉山旁边啊 哦 这边露人头了 不好意思 一下子就有人倒了 这个有羊刀 这女王正在这个杀戮机器啊 稍微一步注意 他就出去 配欧到别人 1100